哈囉大家好我是SM 嗯? 我是SM 哈囉大家好我是SV 的樂樂物老師 那今天這一集很特別 我們要來講動圈麥克風的評測 今天要評測的麥克風 一支是SHORE的SM58 另外一支是鐵三角的DSA7 那SM58是非常經典的麥克風 怎麼說呢? 它其實我們講最簡單就是 你在各大的表演場合 幾乎大家都是用SM58這支麥克風 不管是小型的 不管是大型的 大家都看得到它 SHORE這個牌子也是在麥克風界非常有名的 另外一支鐵三角的DSA7 目前只有SV有在做這個獨家販售 它也是一支動圈麥克風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SV的這個IG看 在整個開幕表演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是用這支麥克風 所以它的麥克風音色其實也很好 今天評測呢 主要我們會在兩個地方做這個評測 一個就是在SV的錄音室 也就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地方 整個錄音室都有做升學處理 在牆壁上都有這些吸音板 麥克風收到的聲音也會相對的清晰 下一個測試的地方就是在一個大家日常生活的環境中 可能聽得到外面 車子的聲音 交通的聲音甚至是有些喇叭 甚至是救護車消防車等等的 那你也會聽得到空間的聲音 那用這個部分讓大家感受動圈麥克風收音的效果是什麼樣子 在我們正式進行評測之前呢 我們先講一下到底動圈麥克風跟電容麥克風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它的指向性 收音的指向性 對電容麥克風來講 它收的方向比較多 對動圈麥克風而言呢 比較是單一指向性的 也就是心形指向性 第二個是靈敏度 靈敏度呢 也就會決定說 你今天這支麥克風會收到多少的聲音 對於電容麥克風來講 在一個環境下 它很能收到的聲音 細小到你吞口水都聽得到 甚至有時候呢 你開了電容麥克風 你還可以聽到隔壁房間的聲音哦 對於動圈麥克風來講 它靈敏度雖然沒有電容的好 可是它有它的好處 你想想看 在各大場合表演的時候 歌手為什麼都是拿動圈麥克風 而不是拿電容麥克風 也就是他們希望 只有歌手的本身的聲音 可以被收進去麥克風裡面 那大家就不會聽到很多 奇奇怪怪的空間音 或者是樂手的聲音這樣 你說音質在上面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沒有差太多 接下來呢 就邀請我們今天主角 鐵三角的DS-A7 跟Shure的SM58 讓我們先來聽聽看 在專業錄音室裡面 收到的聲音是什麼 I have a dream Like Martin Luther King 成為一個Rapper 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失音 Raving up to pay the price Like Christ I fall my sin 向著標竿直跑進入 Promise Land I have a dream Like Martin Luther King 成為一個Rapper 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失音 Raving up to pay the price Like Christ I fall my sin 向著標竿直跑進入 Promise Land I have a dream Like Martin Luther King 成為一個Rapper 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失音 Raving up to pay the price Like Christ I fall my sin 向著標竿直跑進入 Promise Land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空間 也就是大家日常生活 會遇到的一個環境 大家可以聽得到 在這個地方 空間參與比較多 甚至還可以聽得到 馬路上這個車子的聲音 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進行測試 I have a dream Like Martin Luther King 成為一個Rapper 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失音 Brave up to pay the price Like Christ I fall my sin 向著標竿直跑進入 Promise Land I have a dream Like Martin Luther King 成為一個Rapper 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失音 Brave up to pay the price Like Christ I fall my sin 向著標竿直跑進入 Promise Land I have a dream Like Martin Luther King 成為一個Rapper 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失音 Brave up to pay the price Like Christ I fall my sin 向著標竿直跑進入 Promise Land 聽完兩個評測有沒有發現 其實動圈麥克風收的音質 其實還是很好喔 如果你錄音的環境 就像我們第二個環境這樣子 那我真的推薦你使用動圈麥克風 畢竟電容麥克風非常的靈敏 如果你使用電容麥克風 在這樣的錄音環境 可能還會造成你的困擾 大家在聽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這兩支麥克風錄出來的聲音 其實不太一樣喔 在DS-A7這支麥克風上面呢 你聽起來其實是比較亮的 也就是它中高頻比較多 SM58的聲音呢 這是比較悶一點 也就是它的中頻 甚至中低的聲音 比較多一點 那你問我個人喜歡什麼呢 坦白講 我喜歡亮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對歌手來講 可能都會喜歡亮 因為歌手喜歡聽到自己的聲音比較多 特別我剛唱的這段是饒舌 饒舌的配樂 饒舌的伴奏 通常都是低音比較多的 所以如果你的聲音亮的時候 中高頻多的時候 你的聲音呢 就可以穿透整個音樂 然後直接好像唱到別人的心裡面一樣 那最後補充一下喔 大家剛才應該有看到 我們用DS-A7的這支麥克風 有加一個防噴噪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在測的過程呢 發現了這一支麥克風 其實非常的靈敏 它的靈敏度呢 比一般動圈還要再高一點 為什麼我們會提這個呢 就是一般動圈其實不太用防噴噪的 沒有人在看表演的時候 會看到人家拿著一支SM58 然後上面還加一個防噴噪對吧 但因為剛才 DS-A7這支實在是太靈敏了 所以我們必須加一個防噴噪 可以剪掉這個 噗噗 這種聲音 總歸來講呢 大家覺得說 宅錄一定要用電容麥克風 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 這是不正確的 畢竟你的環境可能沒有好的隔音 或者是你沒有好的音場 用電容麥克風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還會造成你的困擾 如果你想要一支音質不錯 靈敏度又好的洞圈麥克風 那我跟大家推薦 鐵三角的 DS-A7 這支麥克風 你可以試試看 而且它的價格也不貴 甚至可能比電容麥克風還便宜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呢 記得訂閱 SV科學歌唱還有音樂學院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LILLE WOO